原标题 有没有牺牲时比赵登宇官职要高的呢?答案是肯定的,在全面抗战后牺牲的第一位军长名叫郝孟林。年少时的郝孟林出身贫困,为谋求生计不得不委身于一家杂货店,但苛刻的老板让他生活更加艰难,后不得不选择投奔到魏亦三的账下。 值得一提的是,魏亦三还是郝孟林的远房亲戚,所以对郝孟林很是照顾,先后送他去陆军军官小学和宝定军官学校学习。 名校毕业的郝孟林摇身一臂,成为军事素养过硬的高材生,不仅在战场上屡立战功,试图也是平不清云。 在经历了中原大战之后,郝孟林很快就升任为军长一时,但与很多热衷于升官发财的国民党官员不同,郝孟林反倒认为蒋介石内战的选择。 知错误了,但军令又不能不遵守,于是与共产党交战,让他愈发心力交瘁,强烈的消极情绪,让他在与共产党的交战中杀鱼而归。 此时的郝孟林心灰意冷,向蒋介石提出谢甲归田,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,指责他不忠不义,不仅解除了郝孟林的兵权,还将气软禁了起来。 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,主动请阴的郝孟林,才被蒋介石赦免,重新掌握了兵权。 郝孟林能崇尚战场主要是因为华北前线战士吃紧,所以北上的郝孟林自然已经做好了以身顺国的准备。 路过武汉时,他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一书,并嘱咐到此年才能拆开,以免家人伤心。 随后,郝孟林奔赴心口前线,看到防御攻势迫败不够。